好,各位大家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周晚上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币圈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币安最新的launchpad的两个 之前也是吵得沸沸扬扬的币,到底有没有前途 首先我们看整个趋势还是在喋喋不休,包括币安 也不算喋喋不休吧,就在这边盘整整个大的币种 小的币种还是起伏比较大的,但整个大的币种还是在那边盘整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这样,Bitcoin,BNB,XRP都在那边盘整 没有太大的惊喜,包括Chinlink都在往下跌 对吧,值得一提的是YGG,YGG不知道吃了什么春药了 这几天都在爆了,这个三四天,你看从8月1号开始,8月1号开始 0.17,现在0.54,涨了三倍多了,涨了三倍多,最高的时候达到0.6 不知道YGG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推特 对吧 YGG大家都知道,去年一波2021年底的一波GameFi里面 对吧,被奶上天的一个币,他是做工会的,做工会 因为当时我们都惊呆了一个,一个做工会的项目,竟然也可以容个几千万 对吧,说白了,做工会就是拉人头 他的人头主要来自于东南亚,主要以什么印度尼西亚为主 对吧,印度尼西亚为主 没看到YGG有什么牛逼的地方,不知道 一瞬间爆了,可能是解锁 好,那类似于这种工会的,工会币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Plate to Guild and Scholarship 对吧,你看类似的工会币还有很多 这7天,除了YGG拉了之外,其他的工会币 还有个GGG,对吧,GGG当初也 被拉了一波,这种工会币都跌了99.66% 从16块钱跌到三分钱,这个我也真的是无语了 真的是无语了 而且没什么交易量,对吧,GGGG 还有一个就是MmeritCircleMC,这个当初也很大 当初是11块钱,跌了98% 对吧 然后没怎么涨,没怎么涨 如果大家觉得YGG爆拉之后,其他的币会有所 也有一波上涨的话,不妨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我个人觉得YMC有可能会拉一波,对吧 因为MC是当初比较大的 其他的不清楚 Blockchain Space,对吧,如果涨的话 那MC应该是排在第二 Blockchain Space,当初也是容了很多钱 这很清楚 跌成10了,跌成99.82% 这种币真的是杀人了 游戏 好,那这个是YGG,涨了一波 然后看一下我搜,搜藏的一些币表现都很普通 Satters最近在涨,Satters Satters其实是不错的,是在那个水生态上面的一个AMM平台 对吧,交易平台 Defi Kingdom涨了 其他的一般,其他的没怎么涨 其他的都没怎么涨 都在跌 Echos跌的这么惨 其他的确实没怎么涨 确实没怎么涨 Libra又到了一块 行,那这个是整个币圈的大事,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Viper发布了漏洞补丁 然后这个我惊呆了 像SEC的7名举报人提供了超过1亿美元的奖励 这个有点夸张 超过1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那也就是说他们举报的价值可能达到100亿美金 至少几十亿美金 要不然不可能给1亿美金 还有就是Waves Waves也是拉盘狠狠的一个币 对吧,要出L2了 要出L2了,发布了一个白皮书 Curlfinance黑客已经全部归还LMIX Curve里面持终的资金 MultiGene攻击者在过去一周出售了3670万美元 我们今天说过了,这个可能是警察在卖 对吧 Curlfinance创始人再度OTC了2862万美金CRV 最后一个ArkInvestment减持了1800万美金的Coinbase 那也就是最近Coinbase一直在顶 我们之前喊单过的Coinbase stock 哇,现在就87了 最高的时候我记得达到110 对,现在是87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Ark还是很会玩的 我见Ark在60刀开始一直在建仓 对吧 六七十刀的时候一直在建仓 一直建到四十刀 三十几刀 就三十几刀我喊单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建仓 到100多他们开始开出 对吧 这一波Ark至少小赚个几百万 买了几千万 至少赚个百分之二三是有的 可能小1000万吧 七八百万 好,那最近比较火的那是这个 MakerDow的RWA 对吧 RWA呢 MakerDow呢 现在有个百分之八的年花利率 他们 MakerDow是干什么呢 是把你的带去买成美国国债 对吧 但美国国债没有百分之八 他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左右 但是呢他这边呢提供更加优惠的一个利率 我们可以看到有巨金 暴存1432万美金 存到了贷的里面 这个是巨金 巨金 来赚取收益 那百分之八的话还是蛮牛逼的 对吧 1000万百分之八 100万八万 1000万有八十万 1400万 估计他一年靠利息可以赚100万贷 100万美金 应该还是不错的 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不是巨金啊 这个百分之八的利息呢 我就 我就不去参与了 对吧 不去参与了 适合巨金 对吧 这个应该是比较稳的 应该是比较稳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对吧 他的利率是战时性 就是百分之八 如果存的人多了 他会降低的 好吧 这个利率会降低的 利用力达到百分之五十以后呢 就会降到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的话 就还没银行利息高了 对吧 就没什么意思 银行利息大概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之间 如果你是低于百分之五 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对吧 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那最佳的玩法是说利息套利 对吧 套利 但这个也只适合大资金 你小资金的话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好这个是带 带的话 对意义不是特别大 特别大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币安现在在 Lunchpad上发的一个两个币 一个叫做Cyber Connect 带号Cyber 这是一个web3的社交网络 能够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 对吧 可以用什么Cyber ID支付 可以治理 等等 等等 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协议 主要我们看它的 主要我们看它的供应量 它一共是一个亿的Cyber 对吧 一个亿的Cyber 然后币安Lunchpad额度是3% 3%有这么多人来瓜分 对吧 初始流通量是1100万 对吧 1100万 其中呢 300万呢 就是Lunchpad 那还有8% 还有8% 不知道是什么做事商也好 什么也好 对初始的还有私募投资者 对吧 团队顾问啊 等等等等 早期的合作伙伴啊 等等等等 这个是这个Cyber 它主要是做社交网络啊 它有ID支付 对吧 什么Gasdib 什么Graph Network 等等等等 它的私募轮筹到2500万美金 该项目还在coinlist上公售 对吧 当初的价格是1块8 我们看一下coinlist上面 会不会这一波 筹了5400万美金 很会融钱啊 它一共融了小一个亿啊 7000 8000万美金 对吧 这些人真的很会融钱 然后Cyber价格为1块8 1块8 1块8 如果coinbase coinlist上面能够翻一倍 那就是3块6 对吧 3倍是5块4 我们保守一点吧 2到3倍啊 5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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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在币安发售能够到5块钱 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2到3倍还是有可能 虽然现在是熊市 对吧 很多都有可能破发的在coinlist上面 但是不好说不好说 好 say也是一个layer1的区块链 又是一个layer1的区块链 又是一个供链 对吧 那say它的牛逼的地方呢 是在这 是在这 那它的代币有什么作用啊 包括网络费用 对吧 支付gas fee 验证节点 治理 什么交易费用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都差不多 它是一个优化数字资产交易的第一层区块链 然后呢 它牛逼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 它说它的速度呢 性能呢 比Solana 还要高10倍 我们知道Solana 是以性能助成 对吧 但是它说呢 它使用了双涡轮增压共识 它的速度呢 超越Solana 10倍 这个 要答问 还有什么智能区块链传播 对吧 区块链提案与交易摘要将一起发送 对吧 增加了速度 优惠区块处理 验证节点 收到区块后立即开始处理 增加响应速度 单槽终结 在区块链添加网络之前 验证节点需要达成共识 因此C可以重组 带来无份的用户体验 并行化 速度快最主要是并行化 我们以太我们知道是无法并行的 对吧 你不能两个同时出去 你必须一个一个反 一个反 但是它呢 它可以是并行化 就是可以同时处理 对吧 什么防MEV啊等等等等等等 智能合约啊 用RUST 它用RUST来写 这种供链又要开始 步道自己的生态了 对吧 三轮股权投资 筹得3500万美元 它一共有100亿 这个项目野性也很大 有100亿 对吧 然后呢20亿呢 分给股权投资者 我看一下 初始流通的18% 对吧 这个初始流通呢 是百分之 初始流通是 百分之十一啊 那也就是说这个盘子更小 这个Cyber更有潜力 就一开始上币 这个应该更有潜力 所以呢初始流通量就很大啊 有18% 对吧 不大不小啊 是算是正常 20% 算是正常 launchpad呢 也就3% 也就3% 私募20% 团队3% 等等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谁是谁投资的 谁 C C Master CLabs 对啊 或者也可以去看什么 我比较喜欢看叫I say drop Zero 有谁投资呢 MultiCoin 啊 好 看到了MultiCoin 我们就要知道了啊 这个要关注了对吧 MultiCoin 还有谁 Delphi Coinbase OK 我看到MultiCoin 就要就就要稍微关注一下 就想嘛 对吧 谁还做了一个TokenSale 8500万 在哪里做的呢 这个是在币安对吧 诶 现在在做TokenSale吗 有点懵 TokenSale NC25 G 这些应该是投资人还是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行 这是谁对吧 好那 那 这个 这两项目呢 最后呢 我觉得谁呢 这个呢 又是一条公链对吧 公链呢 就要慢慢的做生态 有没有足够的钱做生态 然后 能不能做起来 这都要打问号 能不能成为下一个Solana 我们都要打问号 对吧 Cyber呢 它不是公链啊 它的叙事呢 就没有这么的性感 对吧 但是呢 它一开始的流通呢 才11% 相对来说呢 在初始的话 应该Cyber呢 我个人更偏向于Cyber 会拉的倍数更高 更高 而且Cyber呢 在CoinList上面呢 有私募 对吧 1块8 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参考价值 我觉得2倍 3块6到3倍5块4之间 因为现在是熊市 一开始 到后面肯定要破发的 绝对破发 在一开始可能 刚上币安的时候 可能会涨个 两三倍 对吧 基本上就这样 而且CoinList上面的Cyber 应该是锁仓的 对吧 不可能全不是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做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的关注 这里是韭菜兄弟 喜欢我视频的大家 那么记得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